文宅堂专注于宗旨,让文字温暖我们的心灵,所登载的作品为作者首发,必究,希望喜欢文学的朋友欣赏,分享传播,赋美成散文,不怕万人阻挡,只怕一人投降,灵溢很多时候,我们是因为没有看清我们自己,对自己充满怀疑,我们害怕自己的能力和决心, 害怕结果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怎么办,也害怕别人对自己的评价,可是我们并不需要害怕岁月的残忍,而是应该先看看我们手里有什么,先别考虑结果,不要因为没有掌声,而放弃梦想,你需要的是坚持,而不是观众,相信你,所有失去的,都会与最好的自己重逢, 02,我在想,这些年过去,走过这些路,我放弃的东西到底有多少,我发现,我越是焦急,丢掉的东西就越多,一生短暂,我希望我能在有限的人生中,收获更多热爱的事情,并且能够把这些事情慢慢做好, 我喜欢写作,因为写作这件事,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无话不谈的哑巴闺蜜,它能让我更加了解自己,了解这个世界,能够让我表达自己对生活百味的感悟, 也能够以一个更加敏感的心去认知人生的酸甜苦辣,这一切都让我以一个更广的视野和格局,观察着生活的垫滴,感受人世间所有的美好,越长大,越发现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很难, 所以,难得我喜欢写字,难得我喜欢安静的看书,还是一直坚持下去吧,你呢,也愿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,然后一直走下去, 03,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,你要自己走好,你人生的每一步,别人说的话有时候不必放在心上,重要的是你要听从内心的声音,永远不要放弃,如果你相信奇迹, 奇迹就会相信你,你一定要努力,完成你的梦想,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,一定不要放弃,你现在所付出的,不会轻易就显现出来,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会一点点积累,等到关键时刻,一定会发挥出巨大的能量, 大玉海堂中有这么一段话,人生是一场旅程,我们经历了几个轮回,才换来这场路程,而这个路程很短,因此不妨大胆一些,不妨大胆一些去爱一个人, 去盘一座山,去追一个梦,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,但我相信一件事,上天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, 就是为了让我们创造奇迹,这个社会是改变不了的,我们能保证的只是让自己不被改变,不忘自己的初心, 然后努力的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,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,不怕万人阻挡,只怕一人投降, 希望我们都能永远年轻,永远热泪盈眶,做一个简单的人,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,不放弃对梦想的追逐,相信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, 所有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,Dufu美辰,秉明美宝,94年的一位热爱写作的女生, 喜欢阅读写作,喜欢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最喜欢的一句话是,万物皆有月痕,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, 愿热爱生活,每个人都为世界温柔以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